尼日利亞最後贏2比0 以兩勝一負A組次名出線 將會與巴西爭入準決賽 有先Binskey在8分鐘 由汶尼迪中路突破 傳給佩蓮斯射成1比0 但德國在15分鐘就送回大禮給巴西 中施後場帶球給人 抑了迪斯華表演腳法 競射一網為巴西追平1比1 6分鐘後巴西尼門30碼碧島罰球 試試主踢 彎過人牆貼柱入網 巴西反超前 德國在緩變後2分鐘逼倒12碼 佩蓮斯壓入禁區被迪斯華掃跌 由第一百次代表國家上陣的 韋基曼主射入網 德國跟著打起了士氣 13分鐘史密沙地波傳中 中施第一時間起腳 那個波省到巴西的後衛改變方向入網 德國超前3比2 巴西在靜低時間狂攻德國 在保時階段憑著佛球攀平 由馬桿在混戰之中射入 馬桿的入波不單止令巴西保持三戰不敗 還可以在八強避開了東道主美國 他們出線後會對尼日里亞 而德國就會對美國 有線電視記者 鳳錦鳴報導 在拉鐵維亞舉行的一場越野賽車 發生嚴重意外 兩輛車相撞後 凌空拋落觀眾席 導致7人死亡 20多人受傷 意外之後 傷者就躺在路中心 其中5人當場死亡 另外兩個送去醫院搶救之後 亦證實不止 至於25名傷者之中 部分情況危態 現場是李家東面 火車 我們換汽車 不停地走了十幾個小時 去燃火車 關注